背包客的手机到底靠谱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最近有兄弟在评论区坦言 自己曾被毛背包客坑过 前一到账就发眼不认人了 首先 我对这位兄弟生比较同情 但也要说明一下 背包客也是分369等的 像宝哥这种是绝对的良民啊 最近刚好有位老客户在宝哥这里搞了台奥博范的x3pro 我们发走的时候检测没有问题 但他一烧的机器指纹就不能用了 呃 屏幕只能用不了啊 一直都不能用吗 一直都不能用 收到回来第一次录指纹的时候就不能用 不要还在哪里是呢 退了吧 换一个吧 确认问题后 我们连续上个老板 他说这是系统问题 让我们把机器交给专业人士 消整一下指纹就ok了 然后我们再重新挑一台好的 这个蓝色的外观橙色很新 很漂亮 我们检测一下指纹没有问题 面容也能正常使用 查一下保修还100多天 电子保效卡也能绑定 nice 然后我们带回家仔细检测 再检测一遍指纹没有问题 面容识别正常 然后打开手机管家全方面检测一下 具体感应正常 光线感应正常 wifi正常 蓝牙正常 gps也正常 nfc识别正常 充电正常 按键正常 多点触控正常 屏幕显示没有问题 前后摄影头正常 扬声器也正常 麦克风正常 屏幕触控也没有问题 通话也正常 经过检测 这台机器完全没问题 我们把屏幕上的标给他切了 以免一箱使用 最后再给他贴个膜 上个保护套 再来套原装快充 ok 搞定 真希望啊 经过这么一套流程下来 宝克的服务算是业界良心吧 最后再提醒下大家 遇到以下几种背包客 一定要谨慎选择 讽刺量少 低于3万的 机器远低于市场价的 机器质保期短的 关注宝哥带你了解更多手机知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哦